好 来关注的议题是台北市的明伦社会住宅 部分的房型月租超过四万元 有人觉得实在太高了 争议不断 像是这个收费的标准 或者是自长率的高低等等的问题 细项通通是瞧不拢的 这也让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内政部连日来隔空交火 还传出柯文哲不断的把球抛回给中央 说是柯妈妈建议 这各界意见这么多干脆交给中央处理 不过柯文哲今天面对这项传闻是快闪不愿意回应 新的院长苏貞昌则说了 这社宅十二万户跟包租贷款的八万户 政府都是按部就班在做 内政部长徐国勇也说 中央对社宅租金的计算标准柯文哲 怎么可能不知情 走进台北市明伦社会住宅 三房型的每月租金超过四万元引起争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 中央应该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 明伦社宅出现高价租金 是因为北市府将建设成本和房屋税 地价税全都纳入计算 转嫁给成租人 把自偿率拉高到百分之一百零二 不过营建署说房屋税和地价税 设宅不用缴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也批评 柯文哲不懂法治 把自偿率挂嘴上是心里有鬼 现在还传出柯文哲不断把球 踢回给中央 是来自柯妈妈的建议 是柯妈妈建议你马是会住宅 与中央的吗 新建十二万户 包租贷款八万户 政府一直按部就班在座 台北市长有曾经来中央申请过 非自常性的补助 一般八折 弱势六四折 就是用这个计算的 他们来申请是用这个计算的 那他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嘛 你来我往隔空交货 民众在乎的合理设宅租金 却被淹没在中央和地方 连日来的口水战之中 华氏新闻 已经刚成熙 蔡月琳薛松前 台北报道